每次 嫌棘就一堆人在扯後腿 因為橫空殺出了一個 郭台銘說他也要參選嘛 那 等到人家要提名你又回來了 這種叫做可惡的嘴臉 有錢就是任性嗎 你辱罵國民黨扶秀而去 你沒有黨員你要接受國民黨的徵兆 然後搞亂了 然後藍金很多人說 郭台銘有錢又可以有氣勢 頭殼壞氣 我覺得說我們藍金這邊太軟爛了 太軟爛了 然後每次 嫌棘就一堆人在扯後腿 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侯友宜這邊 老實講 橫空殺出了一個郭台銘說他也要參選嘛 那就是來絞集了 我老實講我從早就看不起 你四年前你已經 黨內出選你露選對不對 因為他是造五家民調公司你露選 輸給韓國瑜嘛 四年前 那你說我下一次我要東山再起 你要怎麼做 你這四年前你就應該去廣結善延 去黨內 去社會 修橋補路做任何事情對不對 然後在黨內你也要說 哇你看 我們為了國民黨機器家回來執政我們做哪些事情 這四年你應該做這個事情嘛 不是 你做到國民黨說我要徵召 然後你等了三年 死一個月 你說我也要接受徵召 問題你自己把自己開除國民黨 我講這個不公道嗎 那時候國民黨說郭台銘你不要離開啊 你們不要來狗狗敵我就是要離開我沒有被提名我不爽 那等到人家要提名你又回來了 你這種叫做可惡的嘴臉 有錢就是任性嗎 可以這樣嗎 各位我講一個公道話啦 是不是 你如果這屆不行就下一屆 下一屆你就要開始去廣結善延 去爭取社會更多支持 你有四年的機會呢 然後你不肯 你辱罵國民黨拂袖而去 然後等到國民黨又徵召你又說回來我要代表國民黨 你連黨員都不是啊 你沒有黨員你要接受國民黨的徵召 我講然後搞亂了 然後南京很多人說郭台銘有錢又可以有氣勢 頭殼壞氣 其實國民黨在台灣整個社會來講 一般民眾 大家是比較喜歡安定 兩岸和平的國民黨 一定會比到這樣 江心比心我不是國民黨黨員 我不是國民黨黨員 我說江心比心 對不對一定是比較希望 兩岸和平 然後我們一起來創造經濟 我們那些紛擾 我們中華民國是個小國 我們暫時不必加入人家全世界的那些紛擾什麼惡務戰爭什麼我們都不要太加入 對不對 真的講不要太加入 當然我們對國際的社會參與做一些善事 這些都沒有問題 對一些小國家我們去幫助也都沒有問題這是該做的嘛 國護孫中山先生 告訴我們要紀錄福情 那紀錄福情我們 台灣的經濟能力不錯我們就可以幫一些小國家 本來這個本來就可以 但是你要 所有事情都要我們去表態 美國說我們在對付俄羅斯 台灣你必須跟著對付 我跟俄羅斯沒有仇啊 各位我講就簡單就這個道理 對不對 人家日本都 我 聽我們美國人民 那是日本啊 日本是了國啊 他要做我們為什麼要做 我講簡單就這裡 國家跟國家 你不能強迫我去幹嘛 要不然我們中華民國哪有主體性呢 民進黨最喜歡講主體性 美國人叫你幹嘛你就幹嘛 你比日本人還不如的一條狗 我講就是這樣 日本還拿到好處 台灣拿到什麼好處 台灣拿到的好處就是 用更貴的價格買 購實的武器 就是這樣 這是個簡單道理 好那今天南京要選擇 各位朋友 很多人講 霍友宜第三 我告訴你是假的 可是有一個人做第三的話 大家就會一直做 其他的民眾會覺得 他已經第三了 我的鄰居啊 曾經接到一個民調 我住 新北的板橋 劈頭第一句話就講 先生你好 我是什麼民調公司 現在霍友宜的民調已經第三了 那現在這三組後檢人請問你支持誰 他第一句就這樣問 各位 你第三我就每天把你定位在第三 簡單講 這種民調 台灣的民調公司 三分之二以上是 蔡英文當總統以後才成立的 他們專門出來做假民調 我告訴你真的這樣 都沒聽過 小董董哥我跟你講 人家來那家不是 他叫中華什麼什麼 這表示他比較親近藍金了 要不然他就叫兩岸什麼什麼的 我告訴你那些都是假的 台灣民調公司 負責人我多數都認識 最早的是中國時報 他叫愛普羅 然後聯合報 聯合報我的老東家 聯合報 這些負責人跟我很熟 TVBS TVBS王主任 那 他辦公室就在我旁邊 我在TVBS 我們是很隔耳門的 不用講 然後 棘手大協 政大 顯研中心 台北大協 然後 世新大協 就這幾家 那其他還有什麼 還有常常在做的 就叫做 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 這是 民進黨的 這個 這個就 袁英龍教授 他過去成立了 三水民調公司 他們是 比較屬於利盈 但是比較老牌 他也不會十分方向左板 那其他民調公司 看看聽聽就算了 我真的跟各位講 那些 雜七雜八的 一大堆 那 我講這個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多了 但是你不要管民調 你就去拉 那 民進黨還會有 撲天蓋地的東西來 現在國民黨自己要先整合 就是很多人還在仰望 哎呀 郭台銀啊 韓國瑜啊 怎麼樣 那些你不要管他 你自己先做好 當你強大的時候 來靠的人就會很多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管是劉邦要打天下 或者劉秀 劉秀本來是一個小小的 他們要對付 對付的是王莽 的 辛朝 辛朝是把 稀罕把它吞掉了 是不是 就這樣 當你慢慢的 大家覺得你這個人不錯 慢慢就開了 然後你就慢慢會壯大 你要吸辣各方的勢力 那 侯友宜 現在 當然 因為民調以他為假 要想敵很久了 那這樣打 慢慢國平黨現在 可以看到 我們在台灣政壇 可以看到 個股力量 那你先把藍金的力量 藍金力量 郭台銀他是想怎麼樣 他要參選 他先去找王金平 然後就說王金平 我要選什麼 然後叫王金平把他要選 接受國平黨證招的信息 傳出去 他記者會 那王金平態度怎麼樣 王金平百分之百支持國平黨 王金平幫韓國 幫韓國瑜之外 現在幫 侯友宜 他開一個 7月2號追場 大家可以看到 7月2號追場 很多人馬就會來了 這個人馬 不是一下子歸位 慢慢的 很多人就來 就會這樣 那 國平黨是不是有很多人有惡心 有 我老實講 當然會有 國平黨本來就不是一個很團結政黨 每個人自以為是 我不是國平黨黨員 我都很清楚 那國平黨本來就是 紀律本來就比較不言 本來就是這樣 那過去也不處理 國平黨這20幾年來 當黨主席當的最出色是連戰 我就是跑連戰的記者 我最熟 哪些人在幹嘛 我很清楚 就這樣 那下來 馬航九啦 吳伯雄啦 一堆人 然後當黨主席 那很多自以為是 認為說 這是要選舉 一定要我來代表 不是我代表 我就扯後腿 國平黨一堆重人 那扯後腿的人 會不會得到報應 不會 會不會得到懲處 不會 他下次又很 堂皇光榮的回來 我就是代表國平黨你最重心 國平黨這種人 第一大堆 我老實講 我就看不起 我也都跟黨主席講 這種人你還在用 對不對 我不要用吧 沒有 所以這種 國平黨裡面 吳商貴到處是 你知道嗎 我不騙你 他就是吳商貴 到現在還一堆